大陸重慶出現45度破紀錄高溫 氣象局連續30天發布高溫預警 固熱天氣還將持續 而在青海 西寧連日大雨 山洪爆發傳出至少16死 2019年桑那馬林以34歲之靈 當上芬蘭總理 也成為全球最年輕總理 近日一段和朋友開他任務影片曝光 反對黨質疑科藥引發爭議 歐元區7月通膨年增率達8.9% 創歐元發行以來最高增幅 德國天然氣增值稅從19%降到7% 以緩解通膨 而澳洲超過85萬人瞬間多值 增加收入 烏克蘭總統會晤土耳其總統及聯合國秘書長 同意聯合國原子能走屬IAEA 進駐札波羅任核電廠展開調查 一位秘書長警告 造成任何損害的攻擊都是自殺 土國總統憂心成為第二個車諾比核災現場 北京舉行世界機器人大會 仿生和醫療機器人備受矚目 英國生技公司研發機械手 幫助沒有左手的游泳選手生活更便利 美國一位YouTuber打造四角機器人 為蛇添足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鎖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聞 我是秦琳謙 首先先帶您來關注的就是 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柬埔寨賣主宰詐騙事件 台灣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包括香港澳門警方也陸續通報 已經收到數十位民眾的報案 同樣都是被誘騙到柬埔寨 遼國 甚至緬甸等東南亞國家 到當地之後 要不就得參與詐騙活動 不然就得附属金才能重獲自由 港警正式已經有十人返港 但是還是有多人受困東南亞 而總部社在美國專門協助救人的非營利組織表示 雖然透過多個管道 甚至包括買通當地警察等等的方式 已經成功救回50多人 但是部分求助者實際上曾經參與詐騙 如果對方沒有辦法配合自首 則無法協助 而旅遊專家則是擔心事件重挫東南亞的形象 恐怕不利於當地觀光業的復俗 近日在台掀起話題的柬埔寨高薪工作 賣豬仔詐騙事件 受害者不只有台灣人 港警19號證實已經收到23名港人的求助個案 他們被誘騙到泰國 緬甸 柬埔寨以及寮國等東南亞國家 參與詐騙工作 疫情期間人質失業率上升 編徒利用市民急於求職的心理 貪他們會講廣東話和英文 押他們去當地營運的詐騙中心 從事針對香港人的假務官員電話騙案 甚至要求他們扮女人 從事裸料騙案 一名港男就是在網上認識女友之後 對方謊稱在泰國賭場贏了一大筆錢 邀男子到泰國玩 沒想到才下飛機就被劫持到緬甸 最後是家人附屬金才得以返港 請搞清楚 你各位網上情人為何要約你去那些地方 找工作 想清楚究竟那份是甚麼工作 香港之外 澳門也有受害者報警求助 犯罪分子 誘騙澳門人到東南亞國家工作的案件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本局就是接獲四宗相關的案件 案件共涉及兩男三女 全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他們大多是被朋友或熟識對象介紹 去寮國或柬埔寨擔任賭場河關 給出的月薪高達五千美元 是澳門賭場河關薪水的兩倍 讓人屈之若鶴 澳門警方稱涉案的五個人中 只有一個人真的去了寮國 並且在發現不對後 成功脫險 其他四個人在警方勸告下留在澳門 香港警方坦承 雖然已有實民受害港人重獲自由 但有多人還處在人身自由受限 無法返港的狀態 港府正盡力救援 總部設在美國的全球反詐騙組織 此前已經輾轉透過各種方式救出數十人 該組織新加坡負責人黃小姐最近證實 有五名港人聲稱被困在緬甸專門從事人口販賣 與詐騙轉賣終點站的KK園區內 希望組織伸出援手 他雖然表明會盡力協助 但也坦言 不少求助者有可能曾經參與詐騙一段時間 後來或許因為無法達到業績標準遭毒打迫害而求助 因此不會每個人都救 類似詐騙手法早就行之有年 有說法稱 過去詐騙集團大多鎖定中國大陸民眾 但今年以來因為中方堅持嚴格清零 不鼓勵民眾出國 導致詐騙集團把目標更多的鎖定在臺港澳 甚至是馬來西亞與越南等相對開放的地方 這些我們都會同一些工去宣揚一下 你小心啊 你不要以為 高人工 你的果檔 原來去到之後才被人禁錮了 那內我們救不回你的 柬埔寨之外 遼國 緬甸等治安狀況不佳 腐敗頻傳的國家 也都是招聘詐騙猖獗之處 旅遊專家坦言這對東南亞 尤其是泰國等仰賴觀光產業的國家來說 恐怕不是好消息 跨國招聘詐騙不僅讓個別民眾受害 國家與地區形象也備受打擊 區域內所有行動者沒有任何一方可以置身事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全球通膨升溫 歐元區7月通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9% 即使歐洲央行在上個月宣布升息 仍然沒有辦法抑制物價 服務業年增率達到3.7% 德國的天然氣因為俄羅斯供應短缺而飆升 總理消資宣布調降天然氣的銷售增值稅 從19%降到7%來緩減消費者的衝擊 通膨也讓澳洲出現了斜槓潮 民眾為了維持生活只能找機會增加收入 上市有一名澳洲的會計師上網出租自己的服裝 一年可以多賺7000美元 相當於台幣20億萬 全球通膨持續升溫 歐元區7月通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9% 這是自1999年歐元發行以來最快增幅 食物 酒類和煙價上漲也推升了通膨 歐洲央行目標是要讓通膨降至2% 上個月宣布升息 但仍然無法抑制服務業價格上漲 年增率達到3.7% 而服務業又佔了歐元區GDP的66% 工業產品也比一年前漲了4.5% 我們有在生活中感受到很嚴重 我們都在想想 德國天然氣因為俄羅斯供應短缺而飆升 為了讓天然氣進口公司有資金尋求替代管道 政府宣布從10月1日開始加征天然氣稅 每個家庭每個月要多負擔近500歐元 相當於台幣15000元 德國總理肖茲週四宣布 要將天然氣銷售的增值稅從19%降至7% 以緩減天然氣稅對消費者帶來的衝擊 消資同時也預告 政府將再進一步實施減緩通膨的紓困政策 英國7月通膨創40年來的新高達到10.1% 增加的速度比美國和歐洲都要快 英國銀行警告天然氣價格上漲 可能會導致10月的通膨達到13.3% 今年英國民眾的能源賬單就增加了50% 估計一年的費用是4300塊美元 相當於台幣13萬 全球沒有一個國家能逃過通膨 民眾為了維持生活只能找機會增加收入 澳洲這位會計師一邊忙著年底結算 另一個視窗則是在處理服裝出租業務 他將自己的衣服上網出租 一年可以賺7000塊美金相當於台幣21萬 澳洲疫情爆發後就出現了一波斜槓潮 萬物起漲讓這個現象加劇 澳洲統計局估計 目前有超過85萬人除了正值還有副業收入 通膨不止商民眾荷包也折磨著人們的口腹之欲 其以為常的街頭美食現在也讓人買不下手 像是巴基斯坦的油炸餅小吃就翻了一倍 巴基斯坦7月通膨年增率接近25% 食用油大漲74% 油炸餅小吃攤漲價後生意清淡 通膨要是再不降溫 世界各地的平民美食恐怕都得面臨經營危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177天了 現在外界憂心兩軍在歐洲最大核電廠附近擦槍走火 會引爆核災後果將一發不可收拾 聯合國秘書長跟土耳其總統周四前往烏克蘭 呼籲核電廠區域非軍事化 而且讓國際原子能總署入內視察 在聯合國跟土耳其的調停之下 烏克蘭糧食穀物從這個月開始出口 目前開出21艘的糧船 但是糧舱裡仍然有上千萬噸 而俄羅斯為了報復西方品牌 退出俄國市場 一一由俄羅斯人接手 美國咖啡連鎖店星巴克 現在在莫斯科有淚分身 叫星咖啡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 18日聯妹造訪烏克蘭西部城市利維夫 會總統澤倫斯基 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埃爾多安首次訪問 古特瑞斯則是第二次 希望能為歷時 近半年的戰爭找尋出口 特別是確保位於 阿波羅羅熱 歐洲最大核電廠的安全 在俄羅斯為了 軍艦尼職 和工艦尼職 和工艦尼職 從大核電廣 更加速的 工艦尼職 或工艦尼職 要是否決定 地的地 要是否決定 地的地 告訴我們 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控 对方攻击核电厂周边 遭俄军占领 核电厂隔壁城镇的居民开始撤离 却陷在大排长龙的车阵中 乌军声称没有攻击核电厂 外界无从证实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俄军把核电厂当成安全屏障 从电厂攻击乌军 乌克兰已开始在附近城镇 进行核灾演习 就怕两军擦枪走火 导致放射性污染或甚至核融毁 这为全世界的项目 新军令美国必须 禁止任何准备 引起自己的兵器 从地上 准备所有批准 泽雷斯基批克里姆林宫核勒索 要求俄军撤出核电厂 表示与联合国秘书长达成协议 安排IAEA国际原子能总署前往视察 但俄罗斯外交部已拒绝联合国 非军事化的提案 土耳其总统呼吁国际社会 不要放弃外交努力 7月在联合国和土耳其协调下 恶务达成协议解除对乌克兰粮食运输封锁 8月起恢复从黑海港口出口 不到一个月 已有21艘船驶离乌克兰港 15艘从伊斯坦堡前往乌克兰 再运穀物和其他粮食 但这仅仅是乌克兰2200万吨库存的 约3% 不过战场上俄军持续攻击乌克兰东北边的哈尔科夫和南边的奥德萨地区 国防部也宣布在两个北约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外飞地加里宁格勒 部署三架米格31战斗机 配备最先进的匕首极音速飞弹 俄罗斯对抗西方不止军事 商业上也出招 美国咖啡连锁店星巴克5月退出俄国市场后 现在由俄罗斯餐馆老板和总统普京的好朋友饶舌歌手提马提接棒 在莫斯科开新品牌新咖啡 准备重启原来星巴克旗下上百家咖啡店 但商标与星巴克相似度极高 无战大大改变了俄罗斯零售和企业版图 西方品牌在当地都有类似遭遇 麦当劳换了个名字由俄罗斯人卖汉堡薯条 可口可乐则看到许多未授权的灰色市场进口 过去政府机关会拒绝雷同的商标申请 但今年春天俄罗斯政府通过新法令 允许企业使用不友善国如美国和英国的专利 且不需支付智慧财产权相关费用 让西方品牌就算上俄国法院也争不回品牌优势 新冠疫情已经进入第三个夏天了 每年夏季的重头戏日本的甲子园大赛 2020年因为防疫停办 让当时全日本高三选手梦碎 而为了不留下遗憾 有毕业生在网络上召集 希望找回当年的所有队伍 医员当年不能完成的甲子圆梦 而日本中原廉价结束 染疫数果然飙升 18号单日确诊数超过了25万 创下新高 19号更首次突破26万里 中原年假结束 医护人员根本没有喘息机会 马上又要应付已经能预想的暴增确诊 各地快筛站也被挤爆 一天200个名额10分钟就被抢光 而感染状况也真如专家所想 18号全日本新增超过25.5万例 创疫情爆发以来 担你最多 19号更首次突破26万大关 47个都道府县 多达41个行政区 病床使用率超过50% 是第六波的两倍 李希波高峰 不止染疫人数多 医疗前线发现 需要贴身照护的高龄确诊者 正在增加 一住就难出院的老年人 不仅消耗医护人力 干是瘫痪了病床轮替率 前线恐怖出病床 安排入院的保健所人养麻烦 始终难以疏解的医疗压力 中央的全数把握 成了重视比例 日本政府执着不放的 全数把握制度 要求所有经受 新冠确诊者的医疗院所 必须全数如实进入系统 填写回报 一届抱怨如此规定 毫无意义 只是徒增行政压力 面对排山倒海的不满 日本政府终于愿意 与官方防疫小组 讨论变通方法 承诺会尽快拟定 何以对策 疫情难有起色之余 经济也没给日本政府面子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炉 年增率爆2.4% 连续四个月超过日本央行 所设定的2%目标 创7年半新高 而这意味着 日本国内只涨物价 不涨薪水 一般家庭的生活 只会更难过 不过 有一群年轻人 正在用他们的热血 为社会注入活力 2020年甲子源因疫情取消 是二战后收辞停办 对选手们来说 根本青天霹雳 奋斗三年 意义何在 而这些前求儿们 虽然迈入大学新人生 但总念念不忘 失去了夏天 因此有球员 开始在网路上 发出召集令 了一席补回高三难年的遗憾 自己的野球梦 自己追 目前已经有几支队伍 表达参与意愿 选手们也透过网路 募集大会款项 希望能成功找回49支队伍 替空白的哪个夏日 重新写上一页精彩 据月新闻众报道 以仿冒日本品牌 打出名号的大陆杂货品牌 名创优品 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 发布声明表示 对于主打日本设计 感到抱歉 并且承诺 接下来将全面的去日化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中国品牌 红白logo 日系装潢 大陆杂货品牌 名创优品 从创立以来 毫不掩饰自己就是要 仿冒日系 无印良品和大创 但现在碰上中日关系紧张 名创优品最近在多次行销 被骂入华后 道歉了 名创优品发布 致歉声明称 未曾以日本设计师品牌自居而道歉 名创优品声明表示 因为过去主打日系行销 深感惭愧和自责 品牌日本化是走过弯路 公司计划在2023年3月31号前 会把装潢 logo等一切完全去日化 强调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品牌 但这道歉 许多大陆网友不领情 翻出名创优品创办人过去言论 大陆网友很酸 好好中国人不做 非要给自己找个爹 道歉不是因为知道错了 是为了能继续在这片土地赚钱 不用道歉 倒闭吧 同样是牵涉中日关系情况的企业 还发生在广州 网上流传广州的壽司狼分店 内部员工群组截图 说员工被要求 做业的时候讲普通话 不要讲广东话 日本回转寿司店 寿司狼广州分店 被踢爆禁止员工上班讲广东话 被网友痛批是歧视 发起抵制 为此寿司狼紧急出面解释 从来没见广东话 只是为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员工 沟通顺畅 有建议以普通话为主 造成误会表示抱歉 虽然民间企业传出风波 但中日建交50周年 官方还是期盼 重新构筑两国关系 日美报道 印尼G20峰会期间 有机会安排日本首相岸田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进行会谈 TVBS新闻交汉文 林敏珍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Focus全球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 8月20号是美国全国的蜜蜂制 让蜜蜂这社会性昆虫的重要性 再受到关注 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作物 都是需要依赖蜜蜂受粉的 美国有大学生开始研究 校园里的蜜蜂 甚至找到从未发现过的品种 英国则是有博物馆 收藏一整个世纪的蜜蜂标本 用它们来分析不同时期的演变 而在加拿大 一名官员在记者会上 不小心吞下蜜蜂 立刻引来网民趁热度 加拿大官员在烈日下回答记者提问 表情越来越怪异 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喝了一口水后 立刻自嘲表示自己没事 就在这涌吞蜜蜂的画面曝光后 网民蹭热度 不但在推特城里专门账号 PO出穿着蜜蜂装演说的照片 还加一段混音版本 要业余证明蜜蜂受害者 福特本人也在几天后 出席市政协会会议时 抓着一只假蜜蜂上台 而蜜蜂抢镜头 已经不是头一招 包括前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当价的拜登 前副总统潘斯 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蜜蜂以擒方责 8月20号全国蜜蜂日 正是要提醒大众 蜜蜂到底有多重要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生产 都得仰赖蜜蜂的辛勤工作 但是他们的数量却在下滑 从抽屉里拉出一盒宝物 加上底下好几排 以及旁边好几个柜子 里头装的通通都是从1900年 到2000年之间的蜜蜂标本 数量多达上千只 而这密密麻麻的蜜蜂标本 则能让研究人员根据身形变化 特别是翅膀的对称度 来判断他们在不同时期所承受的压力 结果发现越靠近20世纪末 压力也就越大 气候变迁之外 还有杀虫剂 寄生虫 疾病 以及各式各样的粮食短缺 医救人员为了提高精确度 也首度利用最新科技 从标本的内部研究起 在美国也有大学生致力于蜜蜂研究 爱荷华这位即将生大三的学生 和他的研究伙伴 趁日暑假不停分析本土的蜜蜂生态 如今他们已经找到七个 从来没有被爱荷华官方记录过的品种 处处为蜜蜂着想的还有他 黎巴嫩这名男子会变成养蜂人 却因十年前不小心惹到蜂窝 结果不但没被叮咬 还发展成兴趣 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拥有自己的养蜂源 他亲自照顾一百个蜂巢 每年可生产将近一千公斤的蜂蜜 西班牙女主厨卡梅尔鲁斯卡利达 是世界上获得米其林三星的七位女性之一 全身时期更先后摘下了七颗米其林先星 但是卡梅尔的儿子劳尔曾染上毒瘾 罹患生理跟心理疾病 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卡梅尔身受打击 花了五年才释怀 而劳尔如今追随母亲的脚步 也成为摘星主厨 这对米其林母子党的故事被搬上大一幕 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料理人生的酸甜苦辣 天还没亮就梳妆整齐穿上了厨师袍 35年来如一日 她是西班牙传奇女主厨卡梅尔鲁斯卡利达 卡梅尔和丈夫东尼巴兰 1988年在西班牙滨海圣波尔开设圣保罗餐厅 短短三年之内就摘下第一颗米其林星星 接着自2006年开始连续获得三行肯定 干练短法是卡梅尔招牌特色 一如他的料理 简单却又能让人印象深刻 从小受到加泰隆尼亚传统启发 擅长使用当季蔬果就地取材 再以现代手法重新诠释 婉转创意提炼纯粹美味的秘诀 至今没人能够复制 包裹着精致甜点的巧克力小猪是圣保罗餐厅一道特色甜点 背后隐含的是卡梅尔踏上餐饮之路的初衷 真心与创新 全盛时期同时摘下七颗米其林星星 让卡梅尔获得当代女厨神的头衔 除了推广创意料理 他也以自身影响力为女性发声 只是看似一帆风顺的竹谋之旅 实则波涛汹涌 卡梅尔儿子劳尔年轻时 曾经染上严重毒瘾 进入医学中心乐界 卡梅尔起初无法接受 也不愿面对 花了五年的时间 卡梅尔才在名厨和母亲的角色之间 取得平衡 卸下了新房 共同参与儿子的治疗过程 意识到陪伴的力量和重要性 我妈妈看见我妈 我偶尔子不认识 什么是 我做了一个小孩 我做了一个小孩 很不够 母子俩拥有相同志业 劳尔追随母亲的脚步 浴火重生之后 也成了一名米其林摘星主厨 牧子党的米其林之路 很跨圣波尔东京 两人携手料理酸甜苦辣 细摇曼顿初 澎湃人生饗宴 至今为人 津津乐道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大陆近日饱受极端气候的冲击 南部高温持续破了史上最长的64天记录 四川限电 重庆破记录45度高温 还发生了多起山林火灾 青海则是暴雨 导致土石流 造成了16人罹难 6千多人暂时无家可归 极端气候冲击各行各业 各国投资银行 现在都下修了对中国的经济预测数字 认为今年中国的GDP成长最多只有3% 并且可能再度冲击全球的供应链 应急管理部针对青海省大通县山洪灾害 启动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 调派专业力量设备 坚持科学安全有序救援 有序救援是否能解决6千多人受灾的困境 8月17日深夜 青海省会西宁市附近暴雨 流经大通县的刷带河 几小时后就暴涨溃体 土石流冲击下 树干直插进汽车车窗 至少16栋房屋全毁 逃生不及的除了牲畜 还有河道附近在家熟睡的居民 截至8月19日中午 已有17人罹难 另有17人依然下落不明 事发两天后 找到生还者的希望已相当渺茫 几段气候让中国境内南汉北牢 本周内内蒙宁夏 陕西北部与青海都降下50年来罕见的暴雨 南部多省却持续60多日高温 创下1961年来为期最长的高温记录 四川 重庆 湖北 湖南 江西等地 共28个国家气象战气氛突破历史级路 四川省开始限电 重庆更出现摄氏45度 破级录高温 使中共见证以来 首次在新疆以外地区出现如此高温 8月18日重庆市郊多区 还出现山林火灾 规模虽不大 但夜色中火光距离住宅区都不远 民众紧张关切 重庆市林业局18日起 针对22个区域发布森林防火风山令 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不过华南的高温带 预计还要持续一个星期以上 预计未来十天 四川盆地 江汉 江淮 江南等地 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持续性高温天气 累计高温日数可达7到10天 疫情反复 封锁持续 气候又是水火交加 中国大陆内部需要劳力的制造业 以及需要良好气候的农业 都受到冲击 经济看坏 限电与天灾冲击 钢铁化工与化肥业都已出现生产减缓现象 第二季GDP同比只增长0.4% 中国经济目前看不到复苏反转的条件 造雨或降息都是目前中国政府可以治标的方法 但烂尾楼风暴让中国房地产业停滞 疫情清零风控原则不变下 中小企业也为你不振 带动经济的重要火车头接连熄火 中国大陆制造业是否还能维持稳定 不要再次冲击全球供应链 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今年11月将满37岁的芬兰总理桑纳马林 穿着细肩带跟朋友一起随着音乐扭动 还不时对镜头做出夸张的表情跟性感的姿势 因为影片中有人大喊白粉邦 有民众质疑他是不是克药了呢 他18号青上火线回应否认 并强调有必要可以接受药检 希望外界不要再做文章 继续音乐舞动 画面中这名穿着黑色系件袋 白色长裤的女子和朋友们狂欢 无意乐乎 另一段影片只见他跪在地上 摆出许多性感撩人姿势 影片引发生然大波 因为主角是芬兰现任总理 桑纳马林 周二如长跑公开行程的她 对任务影片外流 青上火线回应 由于热物模样和平常的正经形象 反差太大 加上影片中有人大喊白粉棒 没民众质疑马林是不是克药 但他一概否认 对四人影片外流感到遗憾 李洛桃桩和清秀脸 尤其是一双水蓝色大眼 让桑纳马林走到哪儿 都是美光灯焦点 今年11月将满37岁的她 是芬兰政坛的耀眼星星 马林2015年当选芬兰国会议员 2019年6月出任运输通讯部部长 同年12月时任总理林内 因为处理芬兰邮政罢工事件不利 主动请辞 马林在国会投票中 以99票对70票胜出 当年她才34岁 不止创下芬兰也是全球最年轻总理纪录 她所领导的联合政府 有五个政党组成 金一色都是女性领导 且五人中有四人年龄都在30多岁 19名新内阁成员中有12人是女性 IG拥有78万粉丝追随 马林希望以清新路线改写政坛刻板印象 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参与政治 但高知名度也让她频频成为攻击焦点 2019年才当选总理 艾莎尼亚内政部长就在广播节目中 大酸一个售货小姐也能入主政府执政 只因为马林曾说过 自己大学时期在面包店打工做过收银员 这段偏激言论引来舆论踏伐 最后连艾莎尼亚总统都出来道歉 不过马林在推特上大气回应 表示在芬兰 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达成梦想 就像她一样 一个收银员也能成为总理 出任芬兰总理以来 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检视 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 芬兰外交部长确诊 马林被列为密集接触者 按照规定在裁检出炉前 要避免社交接触 却被媒体拍到上夜店 虽然她之后结果为阴性 还是立刻对大众道歉 今年乌俄战争爆发 马林成为芬兰瑞典两国 申请加入北约的重要对口 在欧洲各国奔波寻求支持 展现她在政治上的高超手腕 不过她也在专访中承认 自己身兼母职 要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 她有自己的抒压方式 这回的热舞事件 让马林再度成为话题焦点 她强调如果有必要 可以接受药检 与朋友派对聚会 一切合法 会继续坚持做自己 希望外界不要再做文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机器人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各科技大厂争相投入研发 北京世界机器人博览会 展出超过500种的机器人 从访人机器人到PCR检测机器人 应有尽有 小米最近发表的机器人 可以灵活运动与人对话 英国生技公司研发一款机械手 则是帮助没有左手的游泳选手 生活更加便利 而美国则是有一位YouTuber 为蛇打造出了机器脚 让蛇能够涌走的 美国YouTuber 艾伦潘上传一段影片 介绍他为蛇天族的创意发明 只要把蛇引导到机器人 中间的空心管按下开关 机器脚就可以在蛇散个步 而之所以会制作出 这个四族机器人 是源自对蛇的演化感到遗憾 从古代化石可见 超过一亿年前 蛇确实有脚 历经演化靠着可自由卷曲的柔软身体 可说是蛇形无阻 小米新研发的人形机器CyberOne 则是刚刚学会用脚走路 我刚刚学会走路 下盘还不太滚 正在练习扎马步 大家来看看这个扎马步 是不是很稳很标准 CyberOne是中国家电品牌小米 日前在新品发表会上展示的机器人 最新技术结合AI演算法 不仅能控制全身13个关节 还可以与人互动 看得到听得懂 反应几乎和真人一样 汽车大厂特斯拉也加入战局 执行长马斯克在股东大会上 秀出新款机器人Optimus的概念图 原型机则预计在9月底正式亮相 而在英国 一间生技公司研发出仿生机械手 帮助这位天生没有左臂的澳洲游泳选手 完成生活琐事 现在他可以用左手拿鸡蛋 甚至刷睫毛 使用者可以直接和仿生手对话 或是用手机APP操作 APP会搜集使用者数据 并用蓝牙同步 让全球机械手可以及时更新技能 脸上带着皱纹 挥挥手臂 还比了个pose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真人 但一开口 爱因斯坦竟然讲起中文来了 最新成果 应用落地最新进展 波特爱因斯坦 来自EX机器人 18号在北京登场的世界机器人 博览会上 130家公司展示超过500种机器人 这款逼真的仿人机器人 标榜可以藉由分析脸部表情 读懂人类的情绪 我希望在未来 在养老方面 或这个个人情感方面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 就是能够帮到一个人类 比如说你心情不好 或者你开心 你可以把你的情感分享给他 然后他会通过他的数据库分析以后 他会给你一个情感的回应 机器人强调情感能力 就是为了能更好地与人类交流 除了当情绪垃圾桶 研发公司也瞄准人类市场 发明服务生机器人 希望未来能取代人类送餐 因为服务生机器人 每月只要3000人民币 比在北京雇用真人服务生便宜许多 疫情当下还有公司研发出 专门进行核酸检测的机器人 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比平时的话 平时我可以捅着嗓子眼出来 就更不舒服 他这个相对比较舒服 就没想到这个机器人 能有这个机器视觉 能捅得挺到位的 就跟像核酸似的 但是他因为是机器去识别 所以说感觉没有人工那么温柔 就等于说也是有点触发 自己的这种呕吐的这种反应 目前PCR机器人 已经在上海三个社区推出 负责工作重复性高的核酸检测 让专业医疗人员 能够前往医疗现场 缓解疫情造成的医护人力短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塔利班掌权刚满一年 首都喀布尔的清真寺 又发生严重的爆炸事件 清真寺内到处都是天花板残骸 地上的布还有斑斑血迹 炸弹在清真寺内引爆 造成了21人死亡 33人受伤 当中还包括了至少9位孩童 而喀布尔清真寺外 挤满了人潮 一具具观才被抬出来 在一旁的家属不停地哭泣 悲伤情绪弥漫整个天空 在塔利班掌权渐满一年 发生这起爆炸案 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真寺